这个料比这米线都多 把这辣模给浸一下汤汁 最近我在徐州发现了一家宝藏的米线店 就这家好像还没有被大家给发掘出来 这家店有啥特别清闹 就它里边的肉账 放着它不要钱似的贼夸张 正好咱今天搭配一个新吃法带你们去看一看 先来买一个辣模 再来端一碗米线 这是什么 这是榨菜 辣椒海放 多过来 对 海放 哇 这肉酱 太多了 牛肉 里面这个蒜挺漂亮 好 哇 这一份米线 料真的 比这米线都多 把这辣模给浸一下汤汁 再来泡一个 哇 哇 这一份米线 我还没有吃就已经被香的不成样子了 又加了一个卤蛋和一个肉肠 徐州的这个米线 我觉得真的 这个料比这米线都多 哇 壮了很 嗯 我觉得徐州这边辣子都很吉利 哇 这特香 哇 这样站一下 忘了拍照 激怒一下 哎 你换新手机了 旧的呢 旧的 旧的和平板一起卖了 没错 换新后都把旧的放在挑战ATP卖了回去 他们家回收是真正的方面 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面来说 面对面股价后现场打钱 我那台手机和平板都还卖了4000多 钱倒上了小哥家走 特别糟糕 总之听我的 回收平板比语鬼顺的器材去转就对了 咱不管了 嗯 那个 嗯 下面出了一点状况 然后有一说一样 徐州这边真的就是 明风很吊汗 但是 是非常重心容易 嗯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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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我在徐州吃的这些米菜当中 排个排鸡没有问题 一点味道 嗯 嗯 你能看这肉酱 大也多了 怕我就是人食物在卖西米线要不要喝米线啊 鸡皮贵啥呢 就是这种西米线特别好一点 就是 睡到嘴里之后 嗯 等一下等一下 鸡皮贵和嗤一样 嗯 你们有没有不喜欢吃那种 蜜米线喜欢这种 蜜米线啊 我从兰猪吃米欧面的时候 学了一招 教你们一下 用鸡蛋 捆一勺汤 就是这样 半个蛋 半勺汤 这小鸡也不错啊 葱花姜特别重 舒服 都这边的好吃朗了 真的就太多了 太多了 不从我去年第一次来到徐州之后 时间长了一不来 就真的想到 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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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